位在巴德销里的卢氏家族宗祠 祠堂历经多次修建 目前仅剩三合院外侧的幼护隆 还保留历史风貌和传统工法 尤其是外墙 保留了清朝至今的不同材质墙面 因此现任卢氏中心会将启动修复计划 保存百年建筑 政厅的部分呢 之前就是会有漏水的问题 那他们就把政厅呢 卖掉他们旧的田 然后把政厅做了一个改建 那可是那个改建并不是 就是以旧修旧这样子 那整个真的有到百年的部分呢 目前只剩下这个幼赐护隆 志源自大学啊 有一位老师 林教授 我一下子忘记他的名字 那其实他来看到这个巷子 他其实非常的喜欢 他说这里呢 你直接就可以看到 那个百年台湾的历史 跟着老师来到有些推败的幼护隆 可看见现代的水泥墙 日志时期的红砖墙 更有从清朝到现在人 屹立不咬的土墙 一次看完百年台湾建筑材质变迁史 以及巴德销里卢氏家族历史 颇具意义 如果你去看里面还有粗糠 甚至还有稻草 那它其实非常就是结合 当时候农民的生活 那那个土砖呢 可能是要用牛去把它踏 踏得很结实 然后踏出一个模型 然后把它放上去 那一定要在农贤的时候 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然后而且是集合整个家族的力量 来做这样的修建 然后他也会知道说 家里的人口怎么样增加了啊 那我要安排什么时候 所以你有感觉到 那都是整个家族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去分配那个空间 老房子不仅是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历史 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变迁 卢氏宗亲会因此希望 透过保存历史建物的方式 来修复祠堂 未来不仅能让族人 能更了解家族的历史故事 也同时让萧里在地居民 了解这块土地的百年变迁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谢谢大家